歡迎來到新聞遊樂空 這兩天大家都在想說 男神又回來了 金城武又拍廣告了 你看看上一支廣告 I see you 金城武 I see you We all see you 下一支出來 他變個1950年代的一個什麼樣 讀書人的廣告 寫毛筆 鳥籠 在那邊踢爵士樂還是什麼的 慢悠悠的 據說這很像 他私底下的生活風格就是慢活 但是我們很急 我們等不清想看到金城武 但是他太神秘了 根本都拍不到他 另外一個人就很不神秘 他的私生活 他的這個宮領域 全部都攤在陽光下 黃曉明 他的這個大陸的第一帥哥 第一俊男誰不知道 而他的私下的戀情 跟Angelo Baby整個大公開 但是最近他很捧一個人的場 那個人的場 這個年輕人 前幾天 這幾天之前 我還搞不清楚他叫什麼名字 現在因為黃曉明一夕爆紅 我們來起個底 黃曉明幹嘛要替這個 台灣年輕人站台啊 怎麼回事 先來介紹今天現場的特別來賓 資深媒體人曼若瑜 謝玲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劉文文 謝玲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劉長玉 謝玲好 大家好 資深製作人沈玉玲 謝玲好 大家好 麥哥也許我的國語歌 可能沒有聽到包山包海 所以我這樣講 不曉得會不會挨罵 就是請問一下 林夕陽到底是哪位啊 我這樣講有很過分嗎 沒有 因為太多 應該不會太多人知道 但是我很湊巧 他發第一張唱片 2011年第一張唱片的時候 我跟他上同一個通告 那個通告 我記得是華視 然後是吳宗憲 憲哥跟後備人 主持一個音樂節目 然後我那天去上 然後他們就找 那天就有一個歌手 來唱現場 就是林夕陽 發第一張唱片的時候 那時候 你是不是也是你哪位這樣子 真的不認識 沒有聽過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2011年已經 唱片事業已經蕭條了 對 可是這個男生 你就會發覺 這個男生是個完全新人 你不認識他 長得還不錯 後來我看了 現在新聞出來 原來第一張唱片 是自己父母晶圓發片的 所以你就知道1500萬 父母自己掏1500萬 現在誰有多大的熟悉 所以你就解惑了 但這一次不一樣了 第二張專輯 黃曉明還幫他站台 這樣搂著他介紹 怎麼一戲之間這麼紅 當然我覺得就是 因為他的家事 我先講他的家事 他的家 人家說他是澎湖小王子 因為他們家族在澎湖 經營海產加工食品 說身價有10億台幣左右 就有一次在一個晚夜 他們就認識了黃曉明 也因為拍戲 也因為認識黃曉明 他們就一起品酒 因為你知道 其實大家一聊 聊到說你家裡的台灣做什麼的 一聊也會知道你在台灣 家事還不錯 黃曉明對他就覺得不錯 就帶他品酒 品完酒那天喝完酒 帶他回去 黃曉明很貼心 還會問一群朋友喝 還會打電話說喝醉了沒有 因為他在台灣 到大陸發展 黃曉明就會去關心他的生活 照顧他生活 所以就變成好朋友了 當然我覺得 這是跟他的背景 家事什麼都有一些關係 所以這一次他出片就 出第二張了 不可能再像第一次莫無名出 那一定要有個爆點 對 那爆點就是有人幫你站台 黃曉明剛剛借你講的 黃曉明一幫他站台 就可以上頭版了 對 中國第一男神 中國第一小生 黃曉明一來 哇 林夕陽馬上 你看跟當年2001年 其實即使上了憲哥 跟華為神主持的節目 也沒有人認識他 沒關係 中國第一小生來站 為這個澎湖第一小開站台 對 現在馬上林夕陽 大家都知道了 黃曉明 真的應該說他是人生勝利組 在大陸你說他的事業 第一小生 他曾拍的電影那麼多 他的這個女朋友 Angela baby 兩個人感情填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他的人生 唯一一次摔跤 大概就是真摔跤 那次坐在輪椅上 沒有第二個打擊了吧 沒有第二個打擊 而且所有 只要談論到黃曉明 大家都覺得他是亮點 對 他幾乎就是沒有失敗的 那先介紹一下他 因為大家對他很熟悉 可是先說 要介紹他豐功偉業之前 先知道他幾歲 他1977年生 所以今年其實才37歲 但是他已經連續 熔登 其實中國有一個福布斯的排行榜 就是名人排行榜 就很會賺錢的 他連續9年都在排行榜上面 可是在前幾年 去年他還排名第8 要先講其實在前兩個月 剛剛出爐的一個多月前 剛剛出爐的一個排行榜 他像做火箭一樣到第4名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引進了一個美國 非常厲害的奶昔 奶昔 他在上海落地開一個奶昔大王 那個其實 所以他現在已經是大陸 最有名的鑽石王老五 很有錢 7億 但是他版圖之大字 不是 你講得好興奮 明明鑽石王老五 就已經有安全了 沒有 你在興奮什麼 我跟你講 還沒有定案 大家人人有機會好不好 各個沒把握 其實他在前年 應該在99年的時候 民國99年 他就開始會集資 就包括吳企賢 都圈內面一些大哥 比方說陳可欣那些人 其他就集資了2點多億 就這麼厲害 集資來幹嘛 他把法國五大酒莊的紅酒 全部買來 五大酒莊都買來 現在大陸人 你看這個什麼范冰冰 還是趙薇 老公 什麼都在法國的酒莊 都買酒莊 你知道嗎 他不然在一年之間 這2點多已經賺回來了 當然就是還是有差價 他們有賺一些 可是他自己 他自己曾經有一批 幾乎是500萬 買進來之後 他轉手間 大概8個月時間 居然就漲 他轉手賺了7千萬 我跟你講 大陸現在炒紅酒之厲害 對 所以他就說 這個人真的是 讓你無法想像的厲害 你看他的名繪 就是演員 再來就是什麼 老闆 對 所以你就覺得說 這個人真的讓你 嘆為觀止 他還有另外一個名繪 叫做Angela的男朋友 說他的這個 身價有7億 感覺到好像是他自己 精明的腦袋 拍戲一點一滴這樣賺進來的 所以女朋友生日 送他一台鈔票 什麼了不起的 我們就在旁邊 乾瞪眼流口水就好了 對 他會賺錢 而且又很大方 又很愛他的女朋友 他說他是標準的天蠍 然後霸道的溫柔 就是黃曉明自己的寫照 Angel Baby 好美喔 對 其實我的觀察 我覺得他們很像 我們中國版的布球 小布跟球力 他們倆真的走到哪裡哪裡 發光對不對 非常像 好 生日 是Angel Baby生日 他送了什麼 藍寶捷妮 那一台一千多萬 雖然是二手的 可是也是貴 拜託 你二手送我 我還是給你鞠躬是誰 他不只這樣子 他把生日蛋糕裡面 裡面還藏了禮物在裡面 所以那個Angel Baby一切開 裡面還有禮物在裡面 好浪漫 再老套我還是欣賞 對啊 就很棒 除了這個樣子 當然他們還共同開奶昔店 也是女朋友 就是兩個人一起的 也有投資 所以女朋友會覺得說 除了你這麼照顧我 你喜歡我 你送我禮物之外 我們還是夥伴 所以那種感情就更堅定 小明其實他有講說 其實今年年底 想要結婚了 對 Angel Baby現在應該 才25歲左右吧 其實很小 對 可是剛剛 那個我本來講 小明已經37了 對啦 周杰倫不是講 老婆娶年輕的很好 年姐妳要討厭 妳為什麼在家小明 妳要認真嗎 我採訪過她 那時候來台灣 我們有專訪過 她就說很Nice 很Nice 很Nice 那天我們訪問到一半 她還說 那個年姐妳可不可以給我 20分鐘時間 她要去購物 所以就是一個很 滿真帥的一個人這樣 好 她現在當然紅了不得了 賺很多錢 對Angel Baby照顧到這樣 我覺得她也是很敢於 勇於負責的 她說她希望 年底可以辦婚禮 當然是期望 計畫 可是將來不知道 會到年底有什麼變化不知道 但是她已經去買了一個豪宅 聽說大概有300 可能和我們大概300多坪的豪宅 很大的豪宅 就打算給Angel Baby住在裡面 那她就有傳出來說 是不是那個Baby已經懷孕 懷有Baby的這樣子 已經有小Baby了 就有這樣的傳法 要不然為什麼會去買房子 而且說那個Angel Baby是 最近就是很多的活動 很多的那個戲 都把它停了 所以就有傳出來說 可能已經是躲起來在養胎了 反正有很多的傳法 對 好 就是說她的小明星說 很護衛這個女生 讓人家覺得說很溫柔 很體貼 所以這一對滿看好的 是不是年底會辦婚禮 然後明年盛大宴客 就等著看吧 明年要不要宴客 今年年底有沒有婚禮 根本我都已經覺得不是重點了 我就不相信Angela Baby 離得開黃曉明好嗎 對啊 那演藝圈這麼多男人 玉琳哥有沒有人像黃曉明 這種極品啊 我們剛剛一直聊黃曉明 跟Angela Baby對不對 那整個Level要急轉直下 急轉直下 因為 因為我講的這位黃金誕生案 是誰呢 因為觀眾喜歡 聽一點本土的故事 本土之光 客家一哥小鐘 小鐘嗎 是我聽錯了嗎 是我當今我都走鐘了嗎 各位 你們可能不覺得說 他是單身漢 那是黃金嗎 對啊 小鐘有一個外號叫做 演藝圈的皮修 大家知道皮修喔 只有嘴 只有嘴沒有肛門 只進不出 你是說他便秘嗎 小鐘因為名字叫Jason 因為他很節省 對 對 所以他只進不出 你不要看他喔 他是屬於那種 那種 怎麼說 他目前 橫跨三台 三個外景節目 擔任主持人 從禮拜一到禮拜天 天天排滿 他滿到沒有時間上通告 所以賺翻了 他的通告費 在台灣演藝圈來講 也算是高檔的 在台灣通告費 所以你如果破1萬5以上 到2萬之間 那算是A級了嘛 所以他是長年以來 都領這種A級的這種通告費 那更別說他現在 三個節目的主持人 所以他應該是賺翻 賺到沒時間花錢 然後身家驚人了吧 對 他的身家相當驚人 演藝圈藝人 大家有時候房子買在內湖 什麼南港等等的 有誰像他可以買在東區的 延吉街最熱的 延吉街靠近周道東路那邊 最熱鬧的地方就是他 而且他是很多年前就買了 他又賺一手了 對 現在的房價大概漲至少 一倍有了 我跟他十幾年前買的時候 他除了很有身家之外 重要的是說他把妹的技巧 是一流的 真的 他就是 我們看他在節目上 表現還滿活靈活現的 然後花招百出 他把妹的時候 也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他曾經有一次 因為心儀某位偶像劇寧演員 然後就利用機會就載他回家 然後就車子開一開開 小鐘開車 開著… 開在筆直的這個中華路上面 已經過了這個寧遠遠的家 寧遠遠說 小鐘 要回轉… 小鐘不回所動 繼續開 要去哪裡 又過了第二個路口 寧遠遠遠說 要回轉了 你已經錯過 他要把人家拐去哪裡 沒有 他還是筆直的開 到第三個路口 要不要回轉還是不回轉 小鐘突然轉頭申請了 忘了這個寧遠遠說 你知道我為什麼不回轉嗎 對啊 你為什麼不回轉 這就是我對你 永不回轉的愛 但是他有一個魔咒就是說 他每次要告誡朋友們說 千萬不要去巴黎島 怎麼不要去巴黎島 巴黎島是度假勝地 他說他四任女友 沒任女友 只要感情成熟穩定了 就想要帶他出國去玩 每次去巴黎島回來沒多久 就分手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就不曉得為什麼 可能那個地方就是不適合他 而且每次分手很奇怪 都是在聖誕節 以至於有一次那個 魔咒 那個康康 康康就虧他說 人家就是在暗示你了 為什麼到聖誕節跟你分手 因為就在虧你 只剩蛋而已 想結婚的應該還有林心如吧 剛剛是黃金單身漢 現在是黃金聖女 前一陣子林心如 不去參加那個Vivian 許若萱的婚禮 說捧花差一點 從他旁邊過去 擦身而過 捧花沒有給他接到 好了他以前跟林志穎 還有蘇友鵬之間的事情 又被扯出來了 馬上回來